早餐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份鸡蛋羹 这是北方的那个 我小时候 我妈妈会给我做鸡蛋羹 这个是菜花 然后还有秋葵 看看这边 这边一个白菜 还有一个菠菜花生 然后我往这边看看 这个是鸡蛋 还有酸薯 这是馒头 馒头和饼 这边是两个粥 这个有吗 这个没有 这个是小米豆 早上是七点钟开餐 朋友们 现在是六点五十六分 就是大家还没有下来 提前下来的有这 两个阿姨一个输入是吧 餐厅还没过来人 等一下我们看看 就是大家都过来打餐呢 那每周的这个伙食啊 就是有安排一次是煲饺子 有一次是吃面 是吧 然后就是每天的这个伙食 它基本上是有这个差异安排 然后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 这种需要需求是吧 然后现在是早餐时间 会吗 今天终于把你本人见到了 见到了 欢迎叔叔阿姨到海南 到三亚那边来 天天把你蹦个草莓看 谢谢 谢谢阿姨支持 谢谢叔叔支持 不会是吧 没事 您能看视频 给您提供这样的信息 能帮助到您就行了 就在头条看呢 是吧 行没事 暂点看 能够获取信息就行了 可能可以给你按 直接长一点吧 我实在也是在头条 没事没事阿姨 从哪里过来啊 从山东啊 从山东啊 上次问你这家电话的 电话是你提供的 电话是我提供的 是吧 什么时候过来的 昨天 昨天到的呀 昨天看到 行行行 那就在这怎么说呢 好好感受一下 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 说的是一样 我想到总店 到总店是吧 那没事 你这个 对对 你安顿下来了 等到这个天晴了 不下雨了 随处 随处转转看看啊 哈哈哈哈 嗯 现在这个提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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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是 看我视频到这边来 然后 昨天到的是吧 现在呢 呃 马上 七点钟 朋友们 就是在下车吃饭 然后晚上是五点半 你到五人下个天气 这样就 哦 哦 对 就 特别热乎啊 嗯 你 你 我让他看 看他 啊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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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也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吧 哈哈哈哈 昨天什么时候到的呀 昨天下午 三点钟 落地了 哦 那到这差不多也是四五点 四五点 啊 四五点钟 哈哈 五点钟左右吧 哦 山东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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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那边现在凉了吗 有 凉了 凉了是吧 哈哈哈哈 穿毛衣了 哦 穿毛衣了 穿青山 哦 那前段时间我听 那个网上说 我看网上说 那河北那边都下雪了 哎 这今年 啊 山东咱们下雪 啊 今年这北方冷得早 哈哈哈哈 嗯 那边可冷得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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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哈哈 师叔阿姨准备在这住多久 半年 半年呀 计划半年是吧 哎 昨天前 交了 昨天我前交了 我地上讲 我想到一店 啊 到一店开 那没事 他是这样 就是说 你到这 如果说是到其他店 感受了之后呢 这个 你说呢 想住其他店 就是因为他每个店的 这个价格不一样 他 你说这个 在这交了钱 到那了 然后那个 补个差价 对 因为这个店 说实话 他这个价格是最油 哎 没事 到那 到那考察了之后 觉得想住哪个店 最后再决定 也没关系 你想帮我 新婚的财子 孙女带过来 哦 明天要带 把那小孩带过来 哈哈哈哈 那 这个饼 刚出锅 你不复杂吗 来 快没动吧 那我一家 再加点热不准 哪个 嗯 这个刚出锅的 哦 快你没动 啊 这个饼 这饼 是热的 哦 这刚出锅的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心也不知道 观想来看 观想来看 看这个视频嘛 哦 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 啊 哦 九月份 九月份 我就叫钱 我的天呀 哈哈哈哈 看了一年了 最终下定了决心 是吧 哈哈哈哈 哦 奶奶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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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奶奶 哦 视频 视频真实的 是吧 啊 提供的方便 哦 往年有 几年前就想来 到哪个地方 抗养 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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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人人地 不算的地方 不认识 不知道是哪 哈哈 你也喜欢 咱就知道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我们那个 好的心情 对对对 那个就是 往年没有 出来 就是说旅居 康下馆 旅游 没有旅居住 哦 哈哈 像一样 一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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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原来 原来就是旅游 年年出去 一年出去 旅游一个几次 哦 那就是没有 长时间 在外边居住 这样 没有居住 哈哈 没有居住 哦 哦 卖像奴鱼 这么一个口 实在像那样的形 哦 哦 哦 也就是说是最近才 最近这一两年才发现有这种形式 是吧 哈哈 哈哈 就去年发现 没宽度 这方便的事 哦 哈哈 发现呢 我想来的 这个时候也可以来 哦 但是我家师父要送孩子去买时间 哦 所以说今天 孩子我也不帮带了 哦 今年时间都安排开了 赶紧过来 哦 哈哈 行 哈哈 我们等一下就吃 等一下就吃 啊 你们先吃是不是 啊 哈哈 好嘞 啊 现在 大家陆续下来了 朋友们 然后 那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人呢 基本上是来的差不多了 现在 十月份 来的人还不多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呃 十一月份 基本上来的差不多 然后十二月份的话 就是可能会住满员这种情况 嗨 叔叔 这两天就是在这 这个住 然后伙食方面 感觉怎么样 叔叔 可以是吧 可以 哈哈 这个 啊 很满意 就是伙食的这个选择性上 是比较大 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 看看选择 啊 营养比较全面 营养比较全面 哈哈 口感上呢 叔叔 出息 出息搭配 比较活力 啊 出息搭配可以是吧 哈哈 那房间住的呢 房间住的怎么样 啊 房间住的可以 房间住的可以 啊 您是在 在六楼是吗 是六楼 六楼是朝路边那边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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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朝院落那边 啊 朝院子那边 朝院子那边 会更安静一点 啊 哈哈 房间宽敞度啊 什么的 这些 啊 我看昨天您跟那个姐就是出去到外边去了 啊 去海边了 去海边去 海边去 啊 哈哈 这边呢 相对来讲离海边稍微远一点 啊 其他几个店的话到海边会更近 啊 反正这个 但是有这个车 啊 有 有车坐 还还可以 哈哈 公交 三十三 三十三路 啊 对 三十三路公交 啊 哈哈 您您今年多大岁数 叔叔 七十八 哦 七十八啊 啊 哈哈 第一年出来旅居吗 哦 第一年 第一年 哈哈 行 那就 在这住 然后春节也在这过是吧 就是过 啊 半年留在 半年 哈哈 感受一下在外边过春节 这个气氛 氛围 嗯 去年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就是说也是第一次在外边过春节 然后感受这个怎么说呢 真跟大家庭那种感觉吧 哈哈 嗯 行 您吃吧 叔叔 吃吧 哈哈 哈哈 吃完了朋友们 朋友们前面呢 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就是吃早餐的一个情况 早餐它根据每天的这个就是搭配啊不同 那我们可能是只拍了今天一天的这个早餐的这个状态 你平时有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油条啊有豆浆之类的那今天他安排的是这个手抓饼 还有一个菜粥这些呃鸡蛋是吧 每天呢这个可能搭配啊是不一样 刚才那叔叔他就说呃这个搭配的是他觉得是比较不错是吧 粗粮细粮搭配 呃那整体上来说朋友们就是盛响的四个店呢是盛响的二店是价格最优 然后服务跟就是软件之类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朋友们四个店都一样唯一的差异就是它的区位 因为这个位置呢可能相对于其他三个店离海边稍微远一点 其他的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而且这边的房间的宽敞程度整体要比其他三个店这个就是要宽敞一些吧 大家在这边就是住有的是住过去年住过有的是今年第一次来 像前面跟大家去呃分享了就是从山东济南过来的那个叔叔阿姨是吧 也是昨天到的 然后他就是初步感觉就是说房间比较宽敞啊 然后吃到感觉挺丰盛还是这样说 嗯那好了朋友们呢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欢子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观众的其他视频了解更多的海南旅居康养的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